今天全台新增了50780位确诊个案 其中依然新增了1279位确诊者 在学校部分新增确诊学生数总共155人 教职员工9人累计1392位学生 116位教职员确诊 在学总施打疫苗的部分 感谢宜然县医师公会以及各大医院的全力协助 昨天共有137位小朋友施打疫苗 目前没有接到施打后的不良反应 未来两周我们将到72所国小施打疫苗 至于正在停课中的学校 我们也会陆续协调 再次提醒家长请特别留意孩子 施打疫苗后的身体状况 两个星期内请避免做激烈的运动 如果不是可以请假在家休息 那疫苗假至少可请3天 也不滤入这个缺席的记录 昨天呢 已经开始 现在的父亲开始为我们的6岁到11岁的孩子们做施打 昨天呢 包括投尊国小 外奥分班 以及更访国小呢 总共有137位 我们小宝贝们们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到目前为止 没有明显的像发烧这种全程不适的状况通报 目前是没有的 也跟各位报告 未来两周到三周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国小 包括分班在内 已经安排好的时程 我们目前为止都会施打莫德纳疫苗为主 那至于BNT呢 刚刚部长跟大家报告 好像本来上飞机之前 好像有点小说中号 会有点延迟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按照本来中央的时程 22号以后可以开始施打BNT的话 我们也会相对应的做一些调查 如果可以的话 之后22号以后的学校 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同事事大 BNT跟莫德纳 让大家会比较方便 但是这要看重要的时程